转眼又到了年末 按照惯例在年末的时候会做一期Switch平台媒体评分最高的十大游戏盘点 今天也不例外 评分数据依旧来自权威媒体评分网站Metacritic 需要说明的是 本次的盘点剔除了尚未支持中文的游戏 因此包括海市蜃楼之管 雷神之锤复刻板 以及大逆转裁盘编年式的游戏不在榜内 入榜的十款游戏全部支持中文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一起进入年度十大媒体评分最高的Switch游戏盘点吧 这款叫做锦的天空的游戏 是一款叙事冒险类型的独立游戏 游戏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美丽的村庄内 在这个充满魔力的地方 一个名叫苏米尔的诗意少女 遇到了一个喜欢恶作剧的精灵 精灵和她做了约定 可以让她实现最想实现的愿望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她必须在夜幕降临一天结束之前 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作为回报 游戏里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任务 你可以接受或者拒绝任务 但是要注意 所有的任务只要拒绝就无法再次出发 就像人生一样无法重来 游戏里的所有一切都发生在一天之内 玩家需要引导少女走过她的现实 梦境和回忆 并揭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本作最大的亮点就是奇漂亮的美术了 这是一款蛋糕画面就能让人喜欢上的游戏 更别提超好听的配乐了 治愈的画面搭配上无敌的配乐 玩起来真的太美了 第九名 这里没有游戏错误维度 MC媒体军分87分 供收录10佳媒体评分 这是一款创意十足 脑洞大开的解谜冒险游戏 我愿称其为年度最具创意游戏 游玩的过程中充满了层出不穷 出乎你预料的惊喜 本作是一款打破虚拟世界 与现实世界隔离的神奇游戏 我们在游戏中扮演的是一位玩游戏的玩家 需要和系统旁白 斗智斗勇 跨越数个不同风格的世界 找到拯救这个世界的办法 本作的设计充满了制作者的奇思妙想 游戏里的谜题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游戏做不出来的 从第一关开始 你就需要开动自己的大脑 利用游戏里出现的一切可能元素 完成解谜 这也许是游戏史上 第一款你能够利用游戏UI解谜的游戏 游戏里还有大量对经典游戏玩梗的设计 从福尔摩斯到塞尔达 如果你是自身游戏玩家 那你就能在游戏里发现 超多令人会心一笑的设计 这游戏的好玩也许只有自己上手才能体会 这个只有几百兆的游戏 却提供了远超3A大作的纯粹的游戏乐趣 强烈推荐大家一试 第八名 拆箱 MC媒体均分87分 共收录八家媒体评分 拆箱是一款充满知语气息的产意游戏 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 你要做的就是在搬进新的环境时 打开打包的行李箱 将行李箱里的所有东西 逐一放置在新家合适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游戏结合了方块拼图和家居装饰元素 在打造舒适的生活空间的同时 你也将逐步了解行李主人的人生 通过八次搬家 你将有机会体验与角色和故事之间 所产生的亲密感 这是一款没有华丽画面 没有枯炫玩法的游戏 却是一款简单纯粹 治愈人心的游戏 在这款游戏里 你也许能久违地安静下来 体会一段闲暇且惬意的时光 当你亲手把一间间空房子 从无到无地装饰起来 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呢 第七名 密特罗德生存恐惧 MC媒体均分88分 供收录122家媒体评分 说起密特罗德 你也许不知道 但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 银河战士 你一定不陌生 大热游戏类型 银河恶魔城中的银河 指的就是密特罗德系列 系列魁为16年 终于再次推出了正统续作 任天堂再次为玩家 献上了满分打卷 如果你喜欢空洞骑士 以及奥日与黑暗森林 这类游戏 那你一定不要错过本作 出色的动作手感 庞大的地图探索 充满魄力的boss战 本作再次为银河恶魔城 类游戏树立起新的标杆 任天堂2021年 最好的敌方大作之一 为业界再次树立 关卡设计的典范 优秀的表现 也让人期待 系列下一步的发展 希望新作 不会让我们等太久 第六名 怪物猎人崛起 MC媒体均分88分 共收录122家媒体评分 本作是怪物猎人 系列的最新作品 时隔多年 再次回归掌机平台的怪猎 也给玩家带来了不少惊喜 本作将怪猎系列的经典元素 与世界的改进部分 做了非常好的融合 新加入的翔虫和操龙等内容 非常有趣 但在50个小时的游戏后期 缺乏挑战的内容 没有栗战怪物 也没有巨魔之地 这样的可重复游玩内容 后续的更新也有些不给力 不过单纯从游戏本身 好不好玩上 本作是毋庸置疑的好玩 和朋友联机也乐趣十足 明年我们还将又玩到 本作的大型资料片 怪物猎人崛起熟光 希望卡普空 不要再让玩家失望 游戏内容可以丰富一点 更新可以给力一点呀 好了 以上就是年度时代 媒体评分最高的 Switch游戏盘点的上篇内容了 前五名我们留到下期视频 继续揭晓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的速报君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